曾永夫说王来电谈科案 没有转出去 涉及官说立委柯建民不上诉案 前夜寝迟的法务部长曾永夫 昨天一早就到办公室打包 他承认立法院长王金平 确实有为立委柯建民的案子 打电话给他 你刚刚的意思是院长有找你官说吗 他有打电话给我有提到 提到什么事 提到柯建民案件的事 他说检察官很多都是滥行上诉 柯建民这个案件判如罪 希望检察官能够仔细地研究 如果你这样还没有判决错误 没有违法的话 是不是检察官要有担当 而他个人则是清白的 什么事情到我耳朵就没有从我嘴巴再出去 我要这个怎么叫做关说 那没有关说当然我是清白的 因为在社会普遍质疑的情况下 郑部长已经没有办法 有效地执行他访务部长的职务 郑永夫昨天不愿再提到 是否受到总统府的压力才紧迟 我的昨天一天要赶紧把它放掉 所以我现在都放掉了 不过明天四改会执行长林峰正表示 王院长打电话以涉及官说 郑永夫应该依法登记报备 我也特别希望立法院王院长 能在国外能够尽快地回国来对外说明 马英九总统的要求 参加女儿婚礼的王金平尽快回国 东新闻综合报导